仅和年了一天,火箭就解决了困惑雷霆一赛季的难题 今日,保罗在INS上晒出了火箭球员在巴哈马的大合照,一时连冒红衫的瓜哥CA出进 尽管安东尼底薪加盟火箭,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江湖地位,而且他的实力也得到了火箭重将士的认可 据美国媒体的Atletic记者Eligan Bijani最新报道,火箭计划让安东尼专门打大前锋位置,以确保他能够充分发挥进攻端优点,同时弥补防守端的缺点 仅用一堂训练课,瓜哥就确定了戴火箭的战术地位,这就是他的价值 雷霆上赛季对安东尼的定位非常模糊,有44%的时间打4号位 23%的时间打3号位,甚至有16%的时间要打5号位 瓜哥出任3号位,由于移动速度太慢,因此会被对手重点针对 很难与身高必长,快速度的球员抗衡 最直接的数据显示,上赛季瓜哥打3号位时,雷霆每百回合输4.2分 当他出现在4号位上时,雷霆每百回合赢5分 安东尼在进攻端的牵制是火箭最看重的点 他在强侧牵制,若侧会留给哈登、保罗和戈登等人单打突破的空间 火箭上赛季的主力4号位是塔克 他在防守端的作用给到火箭很大的支持 胜利贡献直排在全队第四 仅次于灯炮和炳黄 新赛季火箭4号位的首发位置将由安东尼和塔克竞争 进攻上瓜哥,防守,上塔克 两套阵容更有千秋 当然,也有可能是塔克与瓜哥同时上场 在昨天的训练视频中可以看到 安东尼和塔克同时穿着主力球衣和练 进攻端瓜哥打3塔克打4 防守端瓜哥打4塔克打3 两人可以换位防守,不过这需要他们有高度默契 火箭计划安排瓜哥主打4后位 这意味着恩尼斯在新赛季会得到更多上场机会 在之前的采访中,德帅曾透露对恩尼斯抱有很大的信心 另外铭记比哈尼认为,恩尼斯拥有很强的运动能力和臂展 他能够承担其铁渣和王子离开带来的防守压力 加上三分球的优势,他可以在小前锋位置 上位火箭队带来帮助 恩尼斯本人在最近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对新赛季的期望 他认为自己能够完美弥补铁渣等人离开的空缺 我随时准备爆发 我有很多要证明的事情 我希望成为教练在任何时候都能派上场 并且能帮到球队的球员 我对自己总是很严格 所以我不会想着打出他们阿里扎和巴默特的那种表现 我会打出我的风格 恩尼斯说道 最后,恩尼斯还说了 只要保持健康 火箭能击败勇士 看见小弟们这么懂事 老干部登哥可以放心尬武了 95.27%懂球的老司机 都在今日头条看篮球有毒 想要免费过得哈登头像T恤的请私信回复火箭 总共10个免费名额 请你再来评订阅 请您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